中午一开店就有长长的排队人龙 这可是由一群八年级生所开创 台湾少数连锁手工甜甜圈品牌 看那有如钻石般闪烁的糖粉外衣 一口咬下去 绵密扎实的口感 这就是甜甜圈给人家幸福的滋味 他们甜甜圈主打是不油腻 那吃起来口感是外酥内软 那也比较绵密扎实 它吃起来的话比外面的绵密扎实 不会说像外面的那么蓬松 而且它口味很心急 有很多比如说我很喜欢吃牛奶糖的口味 它这个就很特别 像这些东西外面是都没有的 像我们里那公主天圈 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我们的原味 因为我们的口感吃起来绵密带杂质 别以往这个传统天圈吃起来比较蓬松 那他们很多就是会用发粉 那我们会选用的是这个酵母菌发酵 面粉的筛选上面 对我们就是一个很大的头痛 每一个品牌几乎都被我们试过 每天都研发8小时 大家就觉得很简单的甜圈 为什么做起来那么难 其实有一段时间是想要放弃的 193次的革命 终于让他们研发出了不油腻的甜甜圈 面团经过两次的发酵 以手工方式把馅料包覆在内 看似轻松简单 这可是他们经过数百次的练习 才能有如此完美的环状 下游过后 在一定的温度控制下 缤纷可爱的甜甜圈 扭扭着 这画面看起来是如此的疗愈啊 太熟了 那像最近比较夯一点的就是我们这个 台湾红尼 红宝石甜甜圈 这么养生的东西怎么有办法跟甜甜圈做搭配 而且你们的料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整颗布满的甜甜圈 但是我们跟这个屏东这个 远古农场的蔡董 蔡老板合作 把我们屏东的农民的这个红梨 把它置入到我们的甜甜圈里面 做出一个不一样的红花 他们总共有九种口味 特别的是巧克力口味 是使用来自日本品牌的巧克力 吃起来浓郁细致 味道久久停留在口中 再来是牛奶糖的口味 使用大家童年记忆的牛奶糖入线 一口咬下焦糖甜蜜的滋味 擄获了许多少男少女的心啊 我们里纳公主甜甜圈还有另外一个品牌 就是蛋保肠 那我们就是选用新鲜的鸡蛋 再搭配上我自己很喜欢吃的香脆的这个 德式香肠 那再还有我们有自己的独配的酱料 那这样全部搭在一起的时候 哇 真的非常好吃 那我们就想说这个东西很简单 那其实也可以带给很多新鲜的事做一个创业 那我们整个团队做一个品牌加设 就是这样开始的 一开始他有去帮我们协助我们评估早点 那在我们在实际上在营运之前的一个之前训练 他有做的蛮完整的 那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说 其实在整个作业流程像在备料啊 或是在组合餐测的部分 其实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 所以其实在创业过程当中我觉得蛮tous的 他们蛋饱肠吃起来其实层次蛮特别的 因为里面的香肠其实是有烟熏味其实蛮重的 然后加上蛋的口感搭配起来我觉得很好吃 因为其实我本身是云林人 云林的就业机会没有很多 那也是我把这个里纳公司天然圈 还有蛋饱肠把它带到高雄来 那也开始做在地的推广 那第一它在市场上也非常有竞争力 因为以往的小事的地方都看不到有天然圈的出现 那再者像蛋饱肠的话 它现在是比较属于比较新兴的产品 那其实我们设计出来的不管是摊车还是机器 我们的前置作业只要五到十分钟 也是让第一次创业的新鲜人是比较好上手的 对而且它门槛也比较低 像我们里纳公主天然圈还有蛋饱肠的话 在三年内我会把品牌往海外做发展 把我们台湾的口味再推销到全世界 让他们吃到我们台湾的美食 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顾客 在我们跳过的新鲜人 在我们看到我们的顾客 我们的顾客 我们的顾客 发送我们的顾客 都是让我们的顾客 所以我们的顾客 大人大人都在顾客